可来寄信的话 那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用那个 Gmail或者是那个 Harmail 我现在用Harmail 因为我刚刚试一下 Gmail如果因为我设两阶段验证 恐怕你要 好像两阶段验证 你在Outlook会有问题 两阶段验证 各位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说你登录的时候 它会自动发简讯给你 然后你只要输入 那个简讯里面的六个号码 正确的话才可以登录 不正确就无法登录 因为我在使用Gmail会特别小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话 确保别人无法登录你的账号 因为我的账号里面 有很多东西 非常的重要 一旦如果遗失的话 可能有问题 所以我这边的话 就用Harmail好了 用Harmail可能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这里的话设定部分 我想你们Google一下 因为我实在是 有东西不需要实际 我是从这边去 Outlook Harmail的设定 然后就有好心人士 我就按照这个方式 反正就设定完 那里面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Harmail 然后这个内计的一定是POP POP3的Lav 它的那个Server的名称叫 Live.com 然后寄信的话是sntp.live.com 然后账号密码打上去 其他设定的话 我设定了这个地方要打勾 它预设是没打勾 它说我的外计就是smtp 这个Server需要验证 所以这个地方要打勾 然后跟内计的是一样的 就用这一个 那进阶的话 好像改这个地方 改那个POP3的那个POR号 995 跟外计的是变587 然后加密方式的话 它是TLS 就大概改这些而已 其他都没改 改完之后的话 你把它测试一下 如果说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测试 那如果你看到这边有一个 打勾打勾的话 那恭喜你 表示你这边设定OK了 那这样的话呢 你才有办法做 那个VBA的自动化 因为VBA是怎么样 它把那个Outlook外挂到VBA里面 不用开启Outlook 就可以帮你寄信了 也就是在背后帮你启动 然后呢 你只要给相关讯息 它就自动帮你发信了 不过前提是你Outlook 要先设定好 那以后的话呢 就可以全部自动化了 按个按钮 信件就寄出去了 所以这个 那如果设定好的话 其实非常方便 以后呢 如果你要大量的发Mail 你可以跑个回圈嘛 一个寄给这个 比如说你可以一个表 七个清单 哪个人的Email 那个人 人民嘛 然后Email信箱 然后要给他什么 给他主旨 然后再给他内容 还有就是 有没有一个attach 就是附加档 如果有你就给一个入境 放旁边 就先做个表格 然后呢 可能那个清单里面呢 有很多人嘛 那你可以按下去 它有个跑个回圈 这个回圈怎么样 一个帮你寄一个 一个帮你寄一个 它就一个一个个别帮你寄啦 看你这个清单里面有几个人 那你如果每天固定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每天就 把这个清单给做出来 以后的话呢 它这个outlook 就会自动帮你发信件了 OK 那我们实际上 第一个请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 等一下先把这个outlook设定 因为你如果outlook没设定好的话 你后面是没办法 真的记信的 如果设定好的话 可以试试看 这第一个outlook先设定好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这个应该会吧 outlook 不过我已经很久没再用了 所以我这边把它设定好之后 再来就是直接 再 再进到那个outlook里面 其实这个地方设定好之后的话 就完成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把这些信件 寄给这些人 不过 这些人 其实这是虚拟的啦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直接找一下 你有没有可以真的 或者你寄给自己也可以 寄给自己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有了这设定好之后的话 那那个outlook的程式 因为这个地方 对各位来说 应该是比较陌生的 但是 我已经把那个用outlook邮寄的这一段程式 放在这里 那你们需要 以后的话可以把它当范本 只要记信的话 拿这个来修改一下 应该就OK了 那里面需要做哪些修改 其他地方都不用啦 只有这个地方 to to的话呢 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你要寄信给谁 那意思就是有点像是 他的那个email信箱 to的话就是 他的email信箱 subject就是他主旨 body就是内文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写点东西啦 那这个attachment 的部分的话 就是 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假设你要attachment的话 你就直接add一个 给他一个路径 假设你在cd底下 有一个test.tst的一个档案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直接add 就增加附件 最后的话呢 利用display 把这个信件给寄出去了 那实际上 这个地方 他的逻辑大概这样 createadget outlook application 实际上 他是利用这一行怎么样 把outlook 在背后 这有点像在背后 去把那个outlook的 这个应用程式给启动起来 但是呢 他看不到启动的画面 也就是在背后 那启动之后的话呢 把它当一个物件 set它 这个物件名称叫out app 这个是自己取的 你可以取别的名称都OK 那启动之后 一般我们如果启动outlook之后的话 怎么样 再来就是新增一个邮件 所以利用这个outlook app 就是这样就是那个outlook的物件 他有个方法 叫做createitem 那什么叫createitem 就是你启动之后 你如果要寄信的话 一定会先按什么 新邮件 那createitem就是按新邮件 那新邮件可能你按好几下 他这个地方按一下 编号一定是0 按两下 第二下就是1 按三下就是2 就是编号 第一个邮件 第二个邮件 就指的是他那个item 就是他的那个编号 那一般是从0开始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新邮件 再设定一个那个物件 这个物件叫outmail 也是一样 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虚拟的物件 这个虚拟的物件里面呢 就是把他的email信箱 阻止内文跟附加档 附加档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它加一个注解 就可以 不要 最后把这个信寄出 对方就收到了 大概就是这样 那只是说这个地方 要把它完成的话 第一件事情 请各位先把那个outlook 先试试看 要先把它设定完 设定完之后的话 后面应该就可以试试看 那你可以试着 就是说 我许可以寄给自己看看 如果自己OK之后 再寄给别人看看 那以后如果你这些都OK的话 这个email自动化就没有问题 画面先换给大家试一下 那这边的话 我先把那个email信箱 其中那个B2的地方 改成我的email信箱好了 那你不要用这个测试 因为这个测试 不知道寄给谁都不知道 对方可能会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email信箱 所以呢我就在B2的地方好了 假设我今天是B2 用B2来做测试 那程式部分的话 我就直接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改那个这个地方来源 2寄给自己好了 那因为我现在的那个email信箱 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文字里加这个工作表 的B2的储存格 所以我就写成这样子 然后subject的话 就是这是一封来自VBA 邮寄来的信件 然后body的话也是一样 那attachment这个地方 附加就是指的是 我现在这个整个email信 假设我这个整个档案的话 因为我现在还要准备一个档 我觉得很麻烦 所以我干脆把我现在的 这个工作簿 那我现在这个工作簿的话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active 有没有 就现在被启动的什么 我不可执的 就是这个ecell档案 .fullname指的就是 它现在完整路径 放哪里的意思 所以它会寄这封信 顺便把这一个email 这个ecell 顺便寄给对方 那我现在的话呢 就直接来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我把它按F8好了 我们租行执行 那基本上 youtlook是不用启动 但是一定要安装 并且设定好 所以create 这个时候 它实际上 没有画面出来 不过你会发现 下面这边好像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小图示 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出现 不过新版2010会跳出来 让你知道说它其实已经被在背后执行的 那create item 就是新建一个新邮件 那这个新邮件 有点像它已经被打开了 那里面要填什么呢 填那个 wis 填那个email信箱 就是我的email信箱 那cc没有了 就是好像是什么 应该要副本 bcc是密件副本嘛 应该知道吧 然后subject主旨 内文 然后把这个 一次的档顺便记 那displace 跟这一样